今天是人民力量自己有交換意見和探討將來的發展 宇洋、葉成和欣申港 我們這星期日會有個集思會 但是自從區議會選舉之後 很多朋友在網上都給了很多意見 關於我們這次輸得很慘 我們人民力量也在記者會 承認票债票償的運動失敗 但是我們一開始的票债票償運動的時候 我們都說得很清楚 我們是不在乎議席的得失 也有足心理準備可能是全軍盡脈 我還有個脈葉成在撐著 全軍盡脈 全軍盡脈 大家證明脈葉成的地區工作不夠紮實 在外面風吹雨打 八路風橋十路風橋之下 仍然可以撐著 這個要跟你學習 有關日後的工作 我們每天都在討論 很多網民都很擔心 人民力量其實不是一個政黨 其實都不是一個很有系統的組織 我們沒有會員制 也沒有具體的會員大會 都是二十二個人 成立周圍委員會 是一個四個組織聯盟性的情況 在網上有些人說 在這段時間 我們應該要將人民力量 趨發成為政黨等等 大家應該可以討論一下 看看現在的前景 今天四大組織的負責人都在 看看前景 現在被人打得支離破碎 被人抹黑 打壓什麼都齊 現在連泛民和我們割席 竟然泛民都無恥到 好像說我們是男子黨 很奇怪 所謂民主派的人的調子 跟特首和文匯大公 對我們的批評是一模一樣的 香港歷史史來從未試過 恩先生我們老人家 你較為熟悉 香港過去的發展 你怎樣看現在人民力量 面對這樣的情況 其實有些都很感慨 人民力量今天面對的處境 其實跟二十多年前民主黨面 或者港同盟面對的處境是一樣的 都差不多到 就是整個社會的發展到達的階段 還未能夠充分理解到他們的理想 而我們今時今日遇到他們一樣 我舉個例子很簡單一句 我們在標渣條上運動 聽起來就好像很暴力 哎呀要當民主黨或民協 其實不是這麼簡單 我們只是要提醒市民 他們做過什麼壞事 那個壞事足以影響到我們以後 子孫後代 就快看到了 我跟你說 今天報紙已經眼報了 就是那個 《網上23條》 還沒搞到那些 那些都當是濕稅 現在先講那個選舉委員會 將來拿一個入場券去選 2017年有了入場券去選 然後全港的選民 一人一票 到時出現 有一個唐英 有一個梁振英 那你怎麼辦呢 因此民主派極力 無論如何考慮 你都要在這個困境中 你希望能夠找出路 希望能夠保證 我們拿到入場券 150個 對嗎 150個入場券 以前有100個 然後現在民主黨和他同意了 80談判OK了 比例不變 但是按比例增加 就變成150個 但是其實增加那部分 原來是有利於建制派 是對民主派極不利的 你答應就很爽 這個那時候已經知道了 他知道的問題 現在就看過了 那時候就要答應了 現在說打壓這個 就是人民力量的情況 你們提到就是 譬如90年代初期 就是民會大公那時候 他們常常說 李串領這個漢奸 什麼串通這個 那時候 只是民會大公 左派罵 民主派 自己不會 民主派 就算那時候 劉千石有少少的意義也好 劉千石一面倒 被人打到趴街 但是現在整個所謂泛民 就回我們議會內外抗爭 這件事 不斷說我們是爛仔粗口 但是又說不出所而言 又指不出 究竟哪一個行動 我們是破壞這個法律 我們應該受到法律的制裁 完全沒有的 他們現在整個泛民的做法 就是參與抹黑打壓的行動 因為我們追擊 區議會選舉前 譬如公民黨 鄭家庫和李卓人那些 都沒有好像民主黨那些 和好像主流傳媒反應那麼激烈的 但是選完區議會之後 就一窩蜂地打過來的 這個情況 因為所有 基本原則的立場 基本上抗衡獨裁的管治方面 是完全沒有任何幫助的 其實我看是這樣的 簡單來說 現在罵我們多 最激烈的就是所謂泛民 民主黨和協制罵我們 他們毀國於人 他們自己的地區工作做得不好 他們要說話我們 沒有東西很難 他們要罵我們 人家插了去 搞得他們輸了 或者票得了 跌了 就是委屈他們 委屈我們 第二 將會出現立法會選舉 立法會選舉 簡單因為比例代表 要去互相披 互相攻擊 即是他們將會作為攻擊我們 變成他們去拿選票 簡單就是 他們去拿選票 他們現在不說地區 搞什麼建設 搞什麼服務 而是完全罵我們 去拿選票 簡單就是他們 真正針對 即是好像大家都 例如過去的選舉 特別立法會選舉 黃金定了六成比例 民主派有六成的 他們現在為了要拿那六成的選票 就要活刻打壓到我們 抬不起頭來 令到他們未來的立法會選舉 即是在得票方面 有所避憶 是否這樣 就是這樣 很明顯是這樣 很明顯是這樣 但他們沒有理由 將他們打壓我們 不過口感很大 是 有很多人都說 這次 為何市民 譬如說 建制派這麼多 除了他們的組織動員 那些不算 的確有些人 對法民的內訓 所謂的內訓 是有些反感的 現在偏偏就是民主黨 他們在這裡玩這套 我想他為了明年9月的選舉 他就不惜受選孤立一派 但他很成功 你現在看最近連串的問題 整個焦點 包括一些非民主黨派系 都將責任推到我們身上 民主黨投共 民主黨去年支持了 偽政那方面的責任 和這個問題 沒有責任 好像完全沒有信息 即是沒有人討論 選民力量的成立 就純粹是這個票貸票償 但似乎你想引起這個話題 給民主黨 當客人指著我們說 我們男子黨已經完全 議題沒有了 我自己落區之後 我的感覺就是 因為其實你要告訴 或者解釋給選民 聽關於整個政改方案 對他們來說太深了 即是他們根本都不明白 原來立法會有60個議席 即是有很多 就似乎去到中產 其實都不知道不明白 他們只是看到很片面的事情 因為他們容易解釋得到 即是等於你看特首選舉 大家不會想想 選舉委員會有多少人組成 大家正在看感情錯失 和有沒有私生子 即是他們用這些很片面的事情 去衡量整個運動 其實香港人是疏難 即是沒有去認真去鑽研事實 他們只看到 有幫人來追擊民主黨 但我又不是很悲觀的 對於這件事 因為其實 即是你看到 就算有鋪輕蓋地的打壓的時候 其實我們的票都挺堅實 即是縱使我自己的感受 譬如我自己去國區的時候 覺得 感覺上都不是太好的了 即是我自己的感覺到 其實 但是出來那個 即是當年都是低 但是又不是想想中低都那麼重要 而且始終人民力量 都是一個比較新的組織 那當 譬如去到明年 立法會選舉的時候 或者是由現在到明年 這個短短10個月 11個月的時間裏面 我們多些時間曝光的時候 那大家就會更加理解我們 因為其實坦白說 我們真的會逃避那些的人 其實有誰是難仔 即是個個都斯文淡定 即是我落到海宜區選的時候 即是有些人會覺得我 其實你是不是人民力量的 即是怎樣阿蘇才能做 哈哈哈哈 是的 其實這有兩個情形 我們真的要檢討 第一就是 那些市民對我們的 使命 或者我們的理想 是不解或是未理解 對嗎 這就是第一點 第二點就是 他對於人民力量 這四個字 所想像的東西 和我們實際的東西 的落差 是有多大呢 這個是我們未來 即明年九月之前 其實我們應該要致力的 但問題就是 即是我們多賣力都好 你現在整個主流傳媒 所有電視台的新聞 所有報紙的新聞報道 和專欄作家 所有電台的封煙節目 和所謂名嘴的節目 過去的差不多三個月 是鋪天蓋地 全面一致 即差不多的調子與調一致 是將我們抹黑成為爛仔 和黑社會 特別你連特首 即是在憶民 在憶民的問題裡面 都完全和這些無緣無故 突然間就扭了 講了一句爛仔黑社會 然後就是所有傳媒 包括所謂支持民主立場的人士 和這個報紙 都一面倒加起來打壓 所以我們就算怎樣宣傳都好 他們一合起來的話 真的那個破壞力 是大到無窮的 除了人網 除了人網 我想有幾樣東西 以前可能 我不知道會不會是社民年時代的時候 其實你們那時候的方針就是 歡迎滲透 其實它有方法去破壞 即是你 或者是毓民 或者是長毛的力量 他們已經有他們的方法去破壞 但是去到現在人民力量 你說我們是一個團體 那是一個團體 但是我們 你要來瓦解我們 我們又可以化整為靈 化靈為整就可以 所以變了它很難搞散我們 變了它就要用另一種方法去激破我們 嘗試 即是它在內裏便開始激不破 唯有在外面打壓我們 這個就是我自己想的 例如你看回我們 我們由這個 4月3號的大會 在尖沙場上 接著這個7.1遊行 打小人 接著7.1遊行 接著這個7.13 7.14 連串這幾個行動 我們逐步建立了一定的形象和聲譽 那時候全世界都覺得我們那個氣勢 差不多是無敵 那時候蕭先生都說 坐五望七 現在這次區議會選舉完之後 不要說坐五望七 我昨天跟中文說 我說是坐二望三求四 不是寶二 寶二望三求四 你突然那個二都要求保 不是說坐 你現在是寶二望三求四 五都不要奢望了 是嗎 我想是9月1號的提寶機制的論壇 是一個轉捏點 一個轉捏點 很強烈的轉捏點 是一個轉捏點 而且它轉捏得來是傳媒 就是輕風作鑊 然後就加重的打壓 你加上特首的配合 就更加無敵了 所以接下來的工作 就是由加夏都11月尾 你去到下年這個9月 其實只有10個月時間 在10個月時間裏面 如何第一去重組人民力量的工作 第二如何建立自己支持人民力量的 所謂的選民的基礎 以及如何去面對或者如何去避免 再來一兩次主流傳媒的翻肩覆地 滔天他們的打壓 這個其實是很重要的 我想我們由打小人那一下 開始以人民力量的牌頭走出來的時候 或者剛才提到的那些活動 我們最主要殺死的就是我們救人多 就是浪費馬 我想接下來這10個月 11個月的時候 只要我們繼續做得好 我們這個基本盤動員的時候 其實也都不到他們去 ignore我們 只要我們將那個活動 處理得好 我覺得OK可以 所以我又不是太悲觀 但是我想任何活動呢 就是你看到現在整個保障系統 和共產黨的打壓力量會加碼 譬如你有些活動 你打算正面有效果的時候 它可能會有些破壞性的招數 譬如你應該遊行 等下整個老人家出來 又說你打開 我自己有個憂慮 就是接下來 這個針對人民力量的活動 和針對人民力量的領導層 那個抹黑和嫁禍的行為 是會出現的了 特別針對兩個副主席 同主席和翊敏 然後殺死你了 殺死你了 要整天認真清純一點 沒什麼事吧 因為現在天氣冷 天氣冷 我們搞活動都會少穿T恤 所以T恤呢 我想可能要斯文一點 打完胎了 那些衣服要改觀 其實很多東西都要改觀 衣服要改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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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是很強烈的 大家很容易忽視 就提武機制 那個時候開始 他們的集中火力 就突破我們 那個時候發生的事情 其實我們可以說 那個時候發生 和我們以前的武鬥的成功 你覺得會有什麼分別呢 有 之前那些運動全部都在我們的掌控之下 那些控制是非常好的 我們有部署 有部署 有指揮 但是那次是非常失敗 那次其實嚴格來說那班人不是我們的人 但是人們將來推到我們 不是 很多都是我們的支持者 過去就過去了 但是最重要就是剛才提到將來我們的形象 要稍為專業一點 正面一點 不要好像 其實T恤都 我們的T恤其實都很漂亮的 但是專業一點 另外有幾樣東西 接下來的情況就是 人民力量過去就透過網上去召集人 但是你一去到選舉 因為成都選了很多屆 你那個組織動員是很重要的 你沒有組織動員 你選舉很多時候就好像讓了屆馬炮 這次我們到區選舉 全部都是靠文宣的 很多時候你到區裡面 那個區裡面都不知道有沒有認識到三個人 在你自己參與的選舉 變成你沒有一個地區網絡 有幾個問題出現 第一 那個地區上的資訊完全不掌握 究竟那些居民關注什麼 那陣子有什麼人在做什麼 有沒有收到什麼單槍攻擊我們 你都好像完全掌握不到 所以在那個資訊掌握方面 你是吃虧的 第二就是 在那個跟市民的溝通接觸 你只要下去自己派單章 也都沒有一個人透你傳遞的訊息下去 因為我們在地區上選了那麼久 很多時候敵對派是透過口傳的抹黑的東西 是多到無論的 背後又說你男生那些不特止 又說你背信棄義 又說你拿了訊息之後 根本就不理其他人 或者說你很多的壞事 但這些是全部沒有事實根據的 但裡面透過茶樓又說 透過公園又說 是有組織有系統的散播 異語破壞 這些破壞行為 第三更加你沒有人幫你去 拉關係拉票 有時候那些人投人主黨 投人民力量沒什麼所謂的 但陳太和麻雀友 一起投吧 那就一起投了 所以那個地區網絡是很重要的 所以人民力量跟著下來的工作 如何在地區上去串聯組織 其實我記一記是很厲害的 譬如我們的節目 《旭敏》、《老蕭》 每個節目 每個禮拜下載了十幾二十萬人 你說它去三成 有沒有三成是海外 有的差不多 三成是海外 香港本土也有十萬八萬 譬如你十萬八萬裡面 你不要說一半 一至兩成人肯做我們的聯絡 我們已經有十萬人了 如果那些網民肯願意 因為它不一定站出來 譬如你肯做我們那個地區 或者一個人民力量的聯絡員 有什麼跟我們有溝通 我們可以跟他們談一下電話 間中有些聚會 其實對人民力量的地區選舉來說 就是接下來會不會選舉來說 可能就 就缺乏地區網絡這個問題 可以有所改善 其實可以 因為我覺得人民力量 到今天來說 嚴格說我們的中央聯絡系統 是沒有見到的 嚴格說的還沒有 譬如有些網友 想真的打電話聯絡人民力量 某程度可以打到我辦公室的電話 如果我們強化中央聯絡系統 就加上網絡聯絡員 其實還有一個 點線 點線的建立 建立 是嗎 譬如在港島 一個島 有四個區議會 四個區議會 下面有八十個細個區 在那個點和線 建立到的關係 大家定期聚一下 聊一下 了解地區問題 有些地區議題 他們可以做法義工 在那個地區網絡建立 和地區議題的發展 透過這些工作 又令到居民覺得 咦 你不只是說 即是實務 有些地區關注的問題 包括城市規劃也好 包括交通也好 包括超市壟斷也好 可以引起市民關注 或者覺得人民力量 在地區上不是完全真空 是嗎 能夠做到這些 為何好 現在最慘的 這是幾龐大的 我當然贊成他做 但首先 內部也要組織起來 就是運村人去 去負責 層層負責 否則不可以 不可以 很多時候很亂 第二 就是 資源 我想我們最重要的努力 在這方面 我們不同 因為禁止他們的團體 我們沒有禁止他們的參與 資源 錢當然重要 人我最重要 因為人民力量很多的朋友 很熱心 出錢出力 如果他們肯再行前多一步 剛才我所說 十幾十萬人聽了 那部分的人肯走出來 多一步 這個網絡其實很驚人 我自己就這樣看 但你說的當然要做 因為經過了傳統的社區發展 大家都知道 在今天都不可以靠網絡 你都要去接觸人才行 但是我們現在有一個 好處的地點 就是我們因為已經建立了網絡 我們再吹雞下去 就比別人從零開始 更加快 我想是以 exponentially 但我自己反而覺得 因為 其實明年的立法會選舉 對於整個人民力量很重要 因為那個是拿回資源 對我們整個組織的發展很重要 所以反而我覺得 在地區建立網絡之前 其實我自己心想 譬如我們找到一千個 很hardcore的義工 然後 就用這八個月 九個月 我們每人找五十個登記選民 就是從來沒有做過登記選民的 當登記選民的時候 其實我們可以發 已經有幾萬票了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你去到這時這一刻 即2011年2012年 都沒有做登記選民的話 其實你的政治意識 這個人也挺薄弱的 如果我身邊有一個人 譬如我媽媽 她不是登記選民 我叫我媽媽做登記選民 然後到時可以投票 我可以左右她的票數 左右她的票 投票意向 即使用這樣的connection 會容易 他們只看電視機 然後教她的perception 去領略到那個人 或者那個黨 這是一個很好的方向 另外就是剛才 如我所說 已經有這麼多接觸到 如果肯走多一步 然後透過這個接觸 我們在地區上的議題 又串聯到一班居民的話 那這個雪球效應 或者這個涟漪效應 開始散播和滾動 但我怕你這個做法 不是十個月做到 可能要兩三年才開始 有個營 這是兩個層次 一個是立法會的工作 另外就是 四年區議會的發展 所以這個組織串連 這個可以大家想 第二個問題 就是有關人才培訓 黨校裝修了 開始劃精裝修了 這個也很重要 是嗎 其實幾次都可以 我們猜一月 一月應該可以開始 開始可以搞些班 到時候透過和網台聯合合作 也好 透過各方面 其實地區團體或者組織 看看如何找到一些有專才的人 來培訓香港的政治人才 因為很多人民的支持者 很喜歡社區服務 但可能他們想做不懂做 或者懂做不懂怎樣做 透過這些班去結合 第一有個信息帶給他們 第二就是他們回活 他們可以地區幫發我們 我們黨校內部的建設 所謂共產黨的建設 任何政策都必須有黨的建設 其實人才很多 有些是要找論述幫忙出版的 寫東西的 有些是搞組織的 有些是演講的 有些是地區上的 莊角也好 有些地區組織人也好 這也是很重要的 這是落區的 其中最重要 因為他即使可以幫到手 第二就是他可以學到東西 他也可以成長 因為很多人很熱心 但他根本不知道是什麼 他只是做義工 他只是做義工 但他又想進一步 一步而已 他就參加個班 學多些東西 所以我們以前 龍民那些江澤班 他就這樣教他 那些悶腳勾士 他就回去 他就變成龍民領袖 我覺得也是好事 而且這個班的好處 就是建立他自我信心 因為那些人 可能信心不夠 他不知道自己會不會 他在幫助人的時候 他不知道自己會不會 所以他會有信心 但經過那個班 他應該有初步論述 初步的方法 他起碼有自信心 他懂得如何幫助人 這個對他個人來說 就有一個板 就等於好像 大畢業有一張師傅 很聰明 即是變成他自己 就像我們這次選舉 差不多像東拉西社 有時拉夫 如果我們有四年時間去培訓 到2015的時候 我們找八至二百個候選人 到時真是 你後講這些 我最怕我說這些 好 我們休息一會兒回來 再探討人民力量 即發展 哪幾個的重點 我們要關注 一會兒見